处女座 处女座在五月份工作上 你有良好的表达能力 表现得有创意 你又能想出很好的问题解决方案 十分受人瞩目 如果你从事的领域跟 一国文化大学出版贸易相关 你可能会有紧急的任务 或者是有难度的工作项目需要你去处理 你会有贵人 而且你表达能力又很好 也可以看到问题的根源 并且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所以你还是可以好好地处理这一些困难的 工作上提醒你不要过劳 不要透支 不然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哦 工作上的表达 虽然能力是好的 但是风格可能有一点强势跟主观 建议你还是要表现出良好的态度 与人平等的交流 这样子结果会比较好 爱情上 你的表现是很有创造力跟吸引力的 而且也会有体贴可靠的感觉 并且显现出你具有聪明与才智 所以几乎没有人不被你吸引 这是令人十分羡慕的 提醒你可能有一些对象会散发出致命的吸引力 但是你还是要好好的选择 这样子结果也是会比较好的哦 整体来说你的运气十分的良好 让人十分的羡慕 所以要好好把握哦 然后再继续